嗨我是Teddy 歡迎回到我的頻道 這個系列影片我要帶來的是 Logic Pro X的系列影片教學 首先Logic Pro X它是一款來自Apple的變區軟體 Logic Pro X也比較像是升級版的Garage Band 如果說你還不確定要不要買的話 那我建議是各位朋友可以先按這邊 在那個Apple網站這邊有個叫免額外付費試用 我記得日期好像是90天 那如果說你真的確定要購買的話 那你再按購買鍵 以及透過在這個螢幕下面有一個App Store 這個是Apple自己的軟體商店 你可以在上面得到Logic Pro X Logic Pro X的價錢我記得沒有錯話 以前是5990新台幣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我看一下這邊的網站 不是他跟我講價錢因為我已經買了 OK它這邊的價錢是6590新台幣 Logic Pro X在所有的編曲軟體當中 不管是跟Ableton Live或是跟Cubase Cubase 12等等編曲軟體相比它的價錢是很便宜的 那不過有一個前提是如果說你確定以後都要一直用Logic Pro的話 那你的電腦會一直被Mac給綁住喔 不過我自己是非常喜歡用Mac啦 我被它綁一輩子我也甘願 哈哈哈哈 好 那在課程開始之前呢 我要先講的東西並不是軟體本身 我要先講的是Mac的設定 根據我這幾年教學的經驗 我發現很多同學他們在學編曲軟體之前呢 那當然他們很多人是用Mac 可是他們並不懂得怎麼去使用Mac 好 那首先我要先教大家怎麼樣去開啟那個觸控式軟體版的功能喔 所以我們可以來到系統偏好設定裡面 裡面有一個這邊有個輔助使用 這邊 點進去之後旁邊選單往下滑 這邊有一個叫做指標控制 指標控制裡面的觸控式軟體版選項 這邊 我的建議是大家可以啟用這個功能 叫啟用托移 三指托移 那這樣子的話大家在操作你的編曲軟體的時候呢 那你就可以利用三隻手指頭 就是因為我電腦觸控板在這邊啊 我平常不會用觸控板 我平常都用滑鼠 那你就可以用觸控板呢 直接用三隻手指頭 那你可以去這樣子很輕易的去托移你的畫面 你沒有打開這個功能的話 那你之後操作上你可能會很辛苦 你可能要用你的食指一直去點那個 Logic Pro上面的按鈕 那你的食指可能會很酸 再來我是建議大家 如果說你真的要玩編曲的話 我強烈建議請使用滑鼠 使用滑鼠真的會讓你的工作上會方便許多 我這邊推薦的滑鼠 其實市面上很多滑鼠呢 但是如果說真的要好的滑鼠的話 第一款我推薦的是那個Mac他自己的 叫巧控滑鼠 它有兩個顏色啦 這個是白的跟黑的 黑色比較貴 價錢是2790 我知道很多人沒有辦法接受一隻滑鼠要2000多塊錢 但是我覺得它是一隻非常好的投資 不要把它當成消費 把它當成投資 2290是比較便宜 黑色我是覺得為什麼 為什麼我為了黑色還要再多花500塊 當然如果說你覺得黑色好看的話 那你就去買吧沒關係 那我自己是用白的 這個是我獨立買的 這個也是在Apple官網買的 如果說你有這隻滑鼠的話 那你未來在操作Logic的時候呢 會非常方便 所以我建議大家至少要去買這隻滑鼠 當然也有很多朋友會講說 因為它的形狀其實真的還蠻扁的 就很像一個玩具 它就是扁扁一隻 那如果說你覺得這個扁扁的不好握的話呢 那我還有推薦另外一隻滑鼠是這個 這個是來自羅技的叫MX Master 3 那我手上有一隻 這個 它長得比較厚一個 然後它的滾輪 這個滾輪非常好滑 它這邊還有一個功能鍵 它通常我在用邊緒軟體的時候呢 我會在這隻滑鼠上面設定說 中間這個按鈕呢 它會是我的播放跟停止鍵 這個是水平放大 然後呢 它的側邊這邊還有垂直放大按鈕 它這邊還有一個滾輪 在這邊 By the way 我要重申 這集我並沒有收Logitech的錢 那當然如果廠商要給我錢的話 我非常樂意 哈哈哈哈 好所以 編曲滑鼠的話我推薦兩隻 一個是MX Master 3 那另外一隻呢是 Oops 另外一隻是Apple自己的 就Magic Mouse 2 這是第二代 那我先把滑鼠把它丟到旁邊去 因為我現在上課我只要用一隻滑鼠 我們先回到編曲軟體了 所以講到 講完滑鼠設定之後呢 我們現在開始進入軟體 所以我打開Logic Pro X OK 所以這個就是Logic Pro X的頁面 它就是長這樣 我們先看一下軟體設定 那我們先看怎麼設定呢 它是在Logic Pro的Preference裡面的 我們可以先點開設定值 我先教大家怎麼設定 我先把設定頁面把它拖過來 OK 那我建議的設定值是 第一個叫General General頁面裡面呢 有一個Project Handling視窗 它裡面有個功能叫做Start Up Action 它意思是說 你打開Logic Pro之後呢 Logic Pro應該要幫你做些什麼事情 那我的建議選項是Do Nothing 我知道它的預設值可能是 第二個選項叫做Open Most Recent Project 可是 有的時候像我自己的電腦裡頭 可能專案很多的時候 我不一定想要開啟最近正在做的專案 所以我會選項的就是Do Nothing 就是Logic什麼都不要做 由我自己去選擇我要開什麼專案 所以我這邊選擇是Do Nothing 但是一旦 同學如果說你選擇Do Nothing的話呢 一旦你把Logic Pro關掉 再打開一次的話 你可能會覺得很慌張 我示範一次給大家看 先把Logic Pro打開 它中間會顯示那個 有個Apple Logo 還有顯示那個版本號的地方 打開之後它就沒東西了 這個軟體是我錄音軟體 它就沒東西了 那其實Logic Pro它已經打開了 大家可以看一下螢幕的左上方 這邊已經寫了嗎 Logic Pro 那這個時候你可以點 你可以用滑鼠去點File裡面的New 或者是Open Recent等等 你可以在Open Recent裡面去打開 你最近執行的專案 那或者是呢 你也可以像我一樣 我們來開一個新的專案 就是New 那它的快捷鍵很好用 我建議大家背一下 Shift Command加N 好 先選擇一個軌道開啟 然後呢我們可以進入 再一次進入那個設定頁面 By the way 要進入設定頁面 在Mac裡面呢 所有的快捷鍵是一樣的 你可以按Command的鍵 加上那個 Do號 Do號的話就是 在M這個鍵的右邊 Command加Do號 所有Mac裡面的軟體 都是這樣設定的 好 Editing General裡面的Editing視窗 那我是建議有幾個可以打開 Pointer Tool in Tracks provides Fade Tool Click Zones 這個可以打開 那這個功能我下一集影片會講 但請各位同學先把它打開 再來我們可以看到Advanced視窗 請把Enable Complete Features全部打開 請把這些功能全部打開 這個是進階的 Logic Pro裡面的進階功能 如果說你沒有開這個Complete Features的話 那你的Logic Pro 可能只是稍微進階一點點的Garage Band 下一個我們來看 下一個我們來看 Cycle沒什麼要說的 Notification沒什麼要說 Audio Audio視窗 Audio視窗裡面 那因為我們是在Mac上面 所以我們的Driver 就是Driver是什麼 驅動程式 所以我們的驅動程式一定是Core Audio 不然的話你的Logic可能發不出聲音 再來是Output Device 因為我這邊是用聲卡 所以我這邊選擇是Universal Audio Thunderbolt 那我的輸入的來源也是我的聲卡 就是UAD的聲卡 Buffer Size的話 如果說你要錄音 那錄音的時候呢 請把Buffer Size給拉小一點 那Buffer Size數值如果越小的話 則代表錄音或者是播放的時候不會有延遲 但是你的CPU可能會很辛苦 我平常我都是開到1024 我喜歡開到最大 那這樣子的話雖然錄音的時候可能會有延遲 By the way 我不太常錄音 所以我平常設1024沒關係 總之要錄音 把數值給開小一點 然後你要播放的話呢 那你就開到1024 那1024的話雖然對CPU來講比較輕鬆 但是播放或延遲 可能會有一點延遲的情況 那所以這個是關於Audio視窗 那如果說你未來在使用Logic Pro 你發現電腦會沒有聲音的話 那通常都會是Audio頁面裡面 會有一些問題喔 所以通常大部分的人在打開 呃...偏好設定的時候呢 第一個會去查看的一定是這個Audio選單 其他頁面有什麼好看的呢 沒有喔 沒有什麼要注意的 Display 下一個我們來看Display視窗 嗯...Appearance 外表 你可以選擇明亮 就是暗的 我喜歡亮 所以我就用亮的 好...Windows這邊呢 它有一個叫做Launch Inspectors Launch Inspectors可以把它打開喔 大家可以看到在左邊這個視窗 這個叫Inspector 那當然我之後影片會講不要擔心 這邊它的文字會比較大 所以Launch Inspectors建議打開 再是Wide Playhead 早期的Logic Pro呢它的播放線在中間 所以我現在在拖拉這一條 它這個線其實蠻細的 那當我們的專案東西越來越多的時候呢 呃...可能會看不見喔 所以我的建議是把Wide Playhead給打開 下一個叫做Show Help Tax Help Tax它的意思是說 你可以在Logic Pro當中 假設你不知道這個功能是幹嘛的 這邊有個剪刀 你不知道這個剪刀是幹嘛 你的滑鼠就指著它 它會跟你講說 這個東西是什麼 它的快電是什麼 那對於新手來說這個還不錯 蠻有用的可以建議打開 下一個是Show Default Volumes 這個選項它是 它的意思是說 它Logic Pro會顯示 軟體上面很多參數的預設值 在Logic Pro 早期的Logic Pro是沒有這個選項的 所以呢大家在看這些Inspectors裡面的參數的時候 會發現裡面是沒有東西的 可是你要用滑鼠去拉你才發現 喔原來這個裡面是有參數 那怎麼辦呢 請把Show Default Volumes給打開 所以這個是我幾個建議的設定值 再來是Tracks 有幾個設定我個人認為可以去做 就是它下面有一個Grid Lines 這個是隔線的顏色深度 Logic Pro它的預設值是 它這些隔線都很不明顯 那我個人是不喜歡這樣子 所以我通常會把隔線拉明顯一點 比如說像這樣子 你們看到這背後的隔線 這個白白的線 你至少看得到你的東西可能會擺在哪邊 接下來Mixer 沒什麼好說的 再來是Editas 這個是要編輯器喔 編輯器的話建議大家請把這個Piano Raw 底下這個 這個叫做Bright Background 打開 好這樣子的話呢 你之後再新增Midigate的時候呢 那你的那個 你的Midigate裡面Piano Raw它才會是亮的 它是白色的 好這樣子的話我就可以很明顯的看到 那個鋼琴的黑件跟白件在哪邊 那它預設值它是黑的 黑的話可能眼睛不好的人像我 我可能就看不到那個白件黑件在哪邊 所以我會傾向把這個Bright Background給打開 下一部影片開始呢 我要講解的是Logic Pro的軌道 那麼我們下一部影片見囉 拜拜 拜拜